疫情令到租金市场受压 有过去内地大学生业满租住屋苑 房租单位多了超过一倍 有单位雕空了八个月 但疫情同时也衍生了一批另类的租务需求 由洪嘉昕讲下 大围这个屋苑过往很受内地新欢迎 但是随着社会运动和疫情的冲击 现在有近一百个单位房租 比起去年同期多了超过一倍 好像这个过千尺的单位一样 已经丢空了八个月 业主就三次减租 由最初叫租三万七千元 减到去现在的两万六千元 比起去年同期市值租金便宜了一万元 就算是同一个屋苑 有业主就将这些单位 间成八间房那么多 最小的那间房现在叫租五千元 都没有人租 代理就说这些房间是高峰期的时候 可以租到七千元那么多 以往来说很多业主每一年都会加租 令到很多租客他们都会出回市场 再找其他便宜一点的租盘 但是在今年的情况来说 就是很多业主要减租 留住租客 他们就没有再出回市场找租了 不过不是区区的租盘市场都这么冷清 好像是屯门区一样 最近就多了一批新租客 我会需要在隔离病房做事 有机会会可能带一些病毒回家 所以宁愿搬出来就安全 这里三百尺左右 每个月九千九左右 宁愿搬出来两天三天左右 其实找就短租其实都难找的 但是有些写明我短租的我才问他 区内代理就说 为了防疫租屋的 不仅只有医护人员 一家大小的回来 在美国回来 他就希望租一间大一点的整间房屋 他想租 就要齐载家具电器 他一进去就可以住的 我都问过他 为什么你不租酒店 其实他也有些担心 酒店太多人出入 他担心疫情会不会容易染病 但是他说这些始终都是短暂需求 很难缓和租金下跌的趋势 有线电视记者洪家兴不导 上手的考生用过消毒先 待会这么多人戴上眼罩 妈妈教落戴上N95 那就百毒不侵了 哇不用这么夸张的 戴N95口罩是要经过气密测试 不贴面型的效果比手术口罩更差 眼罩怎么集中精神考试呢 这些考生坐的距离 起码有一米那么远 还要是同一个方向坐 其实是很安全的 抹一抹桌面消毒已经足够了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 一手掌握了 一手掌握了 这边进行